新冠疫情以来针对亚太裔民众的暴力和歧视层出不穷 全美仇恨犯罪在过去两年激增339% 纽约市井最新的报告中更是指出 相较2019和2020年的1起和28起 2021年纽约仇亚犯罪暴增到131起 上升了343% 大量的仇恨犯罪和相关报道 给不论是否亲身经历过相关事件的民众 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创伤和情感伤害 周一位于华人区区区的法拉盛医院 宣布启动社区健康项目BRAVOR 帮助酬亚暴力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从创伤中恢复 直接的受害者他们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焦虑啊忧郁啊不能睡觉啊 觉得自己很差劲啊对不对 觉得自信心一点都没有啊 就是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要有这个必要进行辅导 对不对 那也有些情况说 你不是直接的受害者 但是呢你是在旁边看到了 那也会有一些症状 也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 那有些是在家里整天看电视 这个电视新闻老师播这些 也会受到影响 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 要如何察觉自己是否有心理创伤 并且需要专业帮助 陈勤医生建议可以通过观察 自己的生活规律是否被打乱来判断 比如说你家人受到了这样子的伤害以后 你自己也睡不着觉了 胃口也变了 变得焦虑了 情绪也不稳了 变得害怕了 这方面说 我平时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出门都不敢出了 那就肯定是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 上班的时候都怕了 坐地铁都不敢了 这些就是表明你可能是需要帮助了 我们要帮他们把这些症状去掉 要帮他们恢复睡眠 胃口要开始 你不能说一下子收拾吧 不行 要吃饭睡觉 然后有了认知以后 也要学怎么样来应对 对不对 然后最后的目标是 恢复你正常的生活 去年5月总统拜登签署了 由国会议员孟昭文递交的 新冠仇恨犯罪法案 打击针对亚裔仇恨犯罪激增 孟昭文表示 法案的签署 让快速发展的亚裔社区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孟昭文还介绍 他曾是法拉盛医院社区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深入地了解法拉盛医院 几十年来 一直从最基层的角度 关注和了解亚裔社区 Brabber项目所能够提供的帮助 不仅对受害者 对施暴者的心理健康 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This is so necessary This is so important for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whether it's for victims or the community members that have faced this for providers and organizations who have constantly been underfunded and ev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ttackers and the perpetrators last year I believe over 50% of the attackers had 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but we can't solve this problem without addressing it from a 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 陈琴医生介绍 Brabber项目 不仅有普通的预约热线 更有纽约市唯一的 24小时危机介入服务电话 会在两小时内 应对紧急情况的发生 这一项目还将会提供 包括国语、粤语、韩语 等多语言服务 陈医生呼吁华人民民众 在察觉受到影响后 应引起重视 积极寻求帮助 如果你的家人 或者你自己有这方面的 受害的经历的话 如果你觉得 哇 我也有这几点 可以得到帮助 因为我们华人往往就是说 哎呀 我不要紧了 我不要了 我没事了 哎呀 我算了 大家就是这样子 这个想法就是说 哎呀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就算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会继续 员